好 現在好多人都想要瘦 趕快瘦 那麼夜整的就是看準這種心靈了 推出了30天肌瘦25公斤 兩個小時就明顯降低了這個低血壓 而且還可以雕塑好身材SO雕塑 那麼北市的衛生局呢 說這些誇大不實的食品廣告呢 已經被處分了 三茶花系列呢就查處了26件 另外還有就是歷經在這個購物台所推銷的 遠東南藻酵素強大的也是瘦身 那麼張秀卿所代言的同樣也是瘦身 強調是5個月瘦34公斤 那麼陸造員這個素孝仙 更說是30天可以瘦25公斤 衛生局說這些誇大的效果的產品 組合價大約是數千塊錢到1萬塊錢不等 呼籲消費者不要再上當了 以免瘦了荷包又傷身體 一人張秀卿對著鏡頭捏起肥肚子 一個月前一個月後差好多 一個月之後我竟然瘦了11公斤 整個人都小了一號咧 強調減肥效果 是幫知名美容專家黃瑪麗 在購物台賣藍藻 主持人歷經在節目中也大談瘦身效果 我手有多瘦 你看 好像紙片人 你看 真的還好漂亮 歷經秀出鮮系鎖骨 甚至宣稱療效 廣告被衛生局認為誇大不實 內容觸法 我說真的耶 我是真的一天吃兩包耶 想規避責任業者還用瘦 SO兩個字來替代中文 衛生局至少查到違規13次 SO會讓人家聯想到瘦 瘦 那我們有看到他其實他講到這是雕塑 雕塑瘦身 那在食品衛生管理法有講到 如果說你是用一個影射的方式 雖然用的字也不一樣 但是包括他的影像還有他的那個行銷的一個 就是說明的一個內容都讓民眾覺得可以很快的瘦身的話 那這個在食品衛生管理法是不允許的 一般食品不能夠宣稱有減肥療效 除非業者申請健康食品認證 廣告假如被認定違規 張秀卿或是歷經 恐怕也難逃連帶責任 尊訊白建華 郭曉旗 台報道